Dirking当上全是黑帮分子和不良恶哨 这次竟然来了一个练过20年中国传统武术的大佬 他戴上虎头面具想把自己装扮得凶狠老道 但他可能不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叫虎头虎脑 他的对手可不爱笑 在日本满身刺青的只有黑道 比赛开始前两人还很有礼貌 但铃声响起后就都想把对方干掉 接下来就看看黄毛黑道与虎头大佬 谁能赞到最后微笑 虎头练了20年传武还是没能干过黑道 但我相信他一定能把某些大师打到灵魂出窍